爺爺 奶奶 爸爸 媽媽 小哈哈 哥哥 姐姐 弟弟 妹妹 互相幫忙 太開心 甜甜 蜜蜜的時光 歡迎來到這一家 小蘭 蛤 你看 這雙鞋好漂亮喔 超級像跳芭蕾舞的時候 會穿的那個芭蕾舞鞋 對耶 而且它的配色也好特別喔 它還閃閃發亮的耶 你看 這一次我一定要考好一點 請媽媽幫我買一雙 那你還有沒有多的傳單 我也想拿給我媽媽看 沒有耶 那就先借你 好 我明天還給你 太太 那真的太刺激了啦 真的 季口賽一定要看 妳有沒有看最後那一球 有 三 二 一 破 三分球逆轉勝超帥的耶 我好太感動 每一次我支持的 結果都會得冠軍耶 我跟你講我們今天放學 一定要去練那個比賽的 當然 那個壓哨球 一定要練習的 因為超難的 同學 大事發生了 各位同學 真的啊 你怎麼了了 怎麼了 就是啊 老師旁邊帶了一個女生 朝教室這邊前進 好 妳講那麼快 我根本聽不懂 妳進身呼吸 吐氣 好 老師說我們要做事 不要太慌張 有話慢慢說 好 就是啊 嗯 老師 對 旁邊帶了一個 嗯 女生 嗯 朝教室這邊 嗯 走得過來 好 那不是很正常嗎 一定是我們班 誰又遲到了 跟那老師一起進教室嘛 嗯 可是我不認識那個女生耶 但這樣很好啊 代表我們要有新同學了 好 新的轉學生 嗯 大樹 嗯 他們剛剛說什麼生 轉學生啊 不對 再往前一點 阿寧說什麼生 阿寧之前 轉學生之前 女生啊 哦 怎麼每次都是女生來我們班 是不是應該有個男生 你看我們每次打球 都只有我們幾個很無聊耶 可是我覺得女生不錯啊 等一下 我這次應該有男生啊 一定是阿寧看錯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這些都不是重點喔 重點是根據可靠消息指出 這個女生呢 很奇怪 奇怪 哪裡奇怪 這個可靠消息說啊 她在之前的學校 她都是獨來獨往 哦 獨往 早上上學的時候啊 都是她爸爸呢 開車載到校門口 她就一個人 咚咚咚咚 進校門 放學的時候也一樣 她就咚咚咚咚 上車 咚咚咚咚咚 一個人回家 都沒有同學陪她耶 阿寧嘛 可是阿寧 如果沒有同學陪她 會不會是因為她要養一些 特別的寵物 寵物 像是 張老鼠 老鼠 蜘蛛 大樹 你都沒有認真聽 剛剛阿寧說 人家說在學校沒有人陪她 明明都是在家裡的寵物耶 對啦 是嗎 我知道了 應該是她那個經過走廊 或進教室的時候 身上會有 特別的味道 所以大家不敢接近她 有錯味 還是說 她都會綁特別的髮型 像是女生我們都綁一隻 或兩隻 她會綁 奇怪的品味 這樣也還好啊 該不會是 我們一般人 在吃牛排的時候 都是沾黑胡椒醬 或蘑菇醬對不對 好好吃 結果她沾的是 巧克力醬 又鹹又甜的 真的好奇怪 怪口味 她到底是哪裡奇怪 對啊 都讀來讀來 都沒有人敢靠近 對啊 那該怎麼辦啊 對啊 待會兒我們就知道了 鄧老師 來 同學們 準備上課囉 就她 就是她 好 今天我們搬來了一位新同學 跟大家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叫小紅 很高興來得到這個班級 你好 大家 深呼吸 有什麼奇怪的味道嗎 沒有啊 對耶 好像沒有耶 好像很香香的耶 對 而且 她也沒有奇怪的髮型啊 對啊 好 從今天開始 小紅就要加入我們搬這個大家庭了 大家要好好的照顧她知道嗎 知道 好 那小紅 那邊有個空位 你先坐這 好 謝謝老師 天天 天天 你要小心喔 好 好 課本拿出來 準備上課囉 哈囉 我可以跟妳一起看嗎 當然可以啊 對我好好喔 那天天妳可以看我的 好 小辣妳可以看我的 好 我們都一起看 我自己看 啊 這是妳的鉛筆盒 忘記叫鉛筆盒 喔 一起用 一起用 今天就上到這邊 回家作業要記得寫喔 好 明天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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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好累死了 對啊 台海大叔 昨天不是有看季後賽嗎 對啊 籃球場 走 GO 籃球場快去搶了 厲害了 厲害了 精神的 小心 小心 快點 快點 妳有什麼 好啦 我覺得我還是想去看一下 鞋子實體的樣子耶 好啊 那我們一起去 好啊 那我可以跟你們一起去嗎 可是待會兒我們還要去做這個 然後等一下還要去找那個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 真是不好意思喔 對 我們下次 下次再約 下次 拜拜 拜拜 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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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這什麼 我記得昨天放學的時候 沒有那樹花喔 旁邊還有一個卡片 它放錯位置了 因為我坐在旁邊 但點點仔細看一下上面寫 小紅 怎麼可能 天天你的斑花地位不保了 大家早 早 早 有人沒有收到花呀 一呀一呀唷 斑花地位不可保啊 一呀一呀唷 不要這樣上了 小紅 為什麼你的桌上會有花跟卡片 對 應該是我的粉絲送的啦 粉絲 欸 你怎麼會有粉絲啊 欸 仔細一看 它好像是那個什麼 牛奶廣告上面的那個小童心耶 怎麼可能 我們看看 真的好像喔 你就是那個牛奶廣告的童心 就是我 而且那個鞋子廣告啊 好像也是他代言耶 你拍超多廣告的耶 你的眼鏡 你的髮飾 都是我代言的 好厲害喔 我們搬 有小明星耶 阿妮 你看 你還說什麼可靠的消息 說人家很奇怪 人家明明就是很紅的明星 對啊 你的消息 好像一點都不可靠耶 阿妮 你是不是記錯啦 對啊 你害我們差點誤會她了耶 可是我的可靠消息 從來沒有出錯過啊 我有 你看啊 尷尬 大家早安 早安 大家在聊什麼啊 老師我們在聊說 阿妮差一點 讓我們誤會小紅了 因為阿妮她跟我們說 她聽說小紅是一位 讀來讀往 做什麼事情 都是自己一個人的同學 所以她很奇怪 事實上 小紅會讀來讀往是因為 小紅是明星啦 知道嗎 知道嗎 剛剛知道 剛剛知道嗎 你們知道啦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她的身邊 常常圍繞著很多粉絲 反而造成她生活有一點不方便 剛好小紅的爸爸媽媽要搬家 所以才轉來我們學校啊 不會是聽到別人這樣跟我講 講說她很奇怪 我想說跟你們分享一下 讓你們有心理建設嗎 就亂聽 阿妮 有時候聽別人說的並不準啊 而且聽說什麼就散播出去 自己都沒有查證過 可能是以而傳而很不好喔 很不好喔 很不好喔 很不好 老師我知道了 是啊 各位同學 自己還不認識人家 就不要先下定論 要不然可能會有誤會產生喔 嗯 知道了 知道了 那我要跟小紅同學講一下 小紅同學 不好意思啦 我在根據可靠消息 跟我講的時候呢 我沒有經過查證就 跟同學們講 你很奇怪的話 所以我不該這麼做的 對不起 我會花時間好好的跟你相處 沒關係 那我們從今天開始 就是好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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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a